有句俗语,看破红尘经破胆,吃透人情寒透心,说这话的人似乎有些高无减灵的意味。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能把红尘看破,能把人生看透,既是那些守着青根古佛修行的人,也没有打倒大彻大悟的境界。 真正大彻大悟的人不会悲观厌世,愿离红尘逃避生活,而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红尘中。 人如果能真正看破红尘,看透人生,就不会在意人生起伏和许愿朝涨朝落,不会在意人情冷暖和世俗的目光,不会羡慕别人的辉煌和穿越中南迭尽的人,不会奋饰己所愿天由人,一定会平静地去看待一切,坦坦荡荡为人处事。 人如果能真正看破红尘,看透人生,就不会前赴后继人为财死,要为实亡,就不会信奉人不畏己,天诛地面,能把钱擦看成世生不带来,死不带至身外之物的人,才会懂得生命健康是最珍贵的东西,才会认真对待生活,好好生活,才会感恩上天赐予的一切。 人如果能真正看破红尘,看透人生,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,不会有那么多的耿耿于怀,人只有看透看淡才不会斤斤计较,才会远离虚伟,看路真诚,做一个性情中真真实实的人,看透看淡的人会经受得起大起大落,放得下大悲大喜,笑对人生。 人如果能真正看破红尘,看透人生,你就会明白活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,所有的荣华富贵和生命相比较都显得微不足道,所有的处心积虑都变得那么自欺之人,世上的人很难看透看淡一切,做到一心一用。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厉害的事中穿梭,又与浮华的重俗,滋生种种思量和牵绊妄想,人们因此而迷失了自己,失去了看淡事物的平常心。 要知道,只有将心灵融入世界,用心感受生命的珍贵,才能找到生命的真谛。 的确,人们总是不能满足,常常羡慕别人的富有,懊恼自己的贫穷,其实,人生百年,转眼成空,所有的一切都争不带来,死不带去。 别让自己在忧伤中度过,别让自己在贪婪中挣扎,随人顺安,开心生活,人,活的是心态,心态断正平顺,人生就断正平顺了。 人活一世,从来就没有看透过世事人心,看得懂就不错了,人如果能看懂看淡一切,七里目里就超越常人境界了。 看懂是一种智慧,看淡是一种定力,既有智慧又有定力,的人生,就是一个悲凡的人生。 大彻大悟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境界,真正达到这种境界的人,也就到了云水禅仙地步了。 佛说,人生若得云如水,铁树开花遍地春。 但愿城市间所有的反复俗子都拥有一颗参戴一切的品尝心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,别忘了按赞哦。 赞 Euch準備 longue narréeWeb 我们下张的请订阅撒 那就先订阅看待